大家好,欢迎来到海纳渔夫工作室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中年人的旅美祭食 来美第一次做饭,煎蛋面条 6月19日到达美国 到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 所有事情均按计划在进展 今天来美亲自做了第一顿饭,煎蛋面条 我肚子饿了时比较爱吃的饮食之一 老家在四川乡下农村 环境艰苦 七岁上学就开始学着做饭 上初中开始独立生活 毕业后分配参加工作 独立生活多年 在家族中我做菜也算比较不错的 特别是做麻辣鱼 更是我的拿手好菜 结婚后忙于事业拼搏 除偶尔下厨做做鱼以外 十多年来基本过着饭来张口 依来伸手的生活 十多年也基本很少上菜场买过菜 对菜价基本没有概念 今天上超市买了鸡蛋 面条 蔬菜 辣椒酱 玉米油 大米 葡萄 来美第一次买水果 平时我也不大喜欢吃水果 又听啤酒 不喝白酒 不吸烟 偶尔喝点啤酒 就是唯一一点不良习惯 一共花掉了近33美金 当然 我也不知道比国内贵多少 一个人独自来美国 我知道我必须学着改变 学着适应 我非常享受这种生活 它似乎又焕发了我的青春活力 当然 尽快将妻儿接来美国 一家人团聚 是我最大的目标 第一次做饭 至少标志着我在美的生活 将慢慢正常起来 如果你也需要房屋买卖 出租管理 美国合伙买房服务 可以在描述栏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 加入我们 让您的美国房产投资 一路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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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